哈喽哈喽,我是毒队 今天来做一把卡通小扇子 在卡纸上画出六张同样大小的图案 可以像我这样先画出图案剪下来,然后描边 这里我画了一个猫爪的图案 画好后给图案涂上颜色 每一只猫爪都涂上不同的颜色会更有个性 贴上透明胶剪下来 这里还需要六张作为背板的图案 用木片或者雪糕棍来制作上古会比较结实 在每一根木片上戳孔 这里我的孔位有些天下 大家可以多留出一些位置再来戳孔 将木片穿在铁丝上 铁丝绕圈固定在两边 图案粘贴在每一根木片上 这里注意图案粘贴的时候要对齐 浇水干透后再来粘贴背面的图案 除第一张之外的图案 先戳出小孔 线头用透明胶粘贴在第一张图案上 线头用透明胶粘贴在第一张图案上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还可以画一个小图案贴上透明胶剪下来 画在扇子上 扇鼓也可以用卡纸来制作 这里我用了两层卡纸还是比较软 建议大家使用四层以上的卡纸制作上谷